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i, 今日仍在英國 在酒店燈光, 真是認真不好 所以可能我的樣子看不到 不要緊, 你看我這裡不是看我的樣子 今天周圍去了一些香港人不會到的地方 去一個在倫敦 都要搭一個小時有多火車的地方 去到的時候, 看到了火車站 可以說很少人是講英文的 全區都是南亞裔的人居多 有一些是黑人, 但都是南亞裔的人 還有看到他們的服飾 大部分都是回教圖 看看地區的圖片 有些什麼回教的MOS 回教的其他東西 所以說, 現在來說 在倫敦 實在白人或者歐洲人 已經不是那麼多 你看看那些 The Crown 或者Dunton Abbey 完全不是這個世界 移民多 跟酒店有些人 就算在這裡工作 有不少是葡萄牙人 現在當然變成英國公民 也有不少是東歐 其他人很多 可以說 這是多元化的社會 跟加拿大都差不多 隨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如果大家想想 香港人來到這裡 會不會是很習慣 那就看看哪裡 昨晚也去了另外一個地方 也差不多要一個小時有多 離開倫敦這裡 一個區 香港人可能都熟悉的 叫做Kingston 他們有一個Carnifal 去到的時候都接近微星 在街上逛逛 很多是牙買家人 可能真的 很多牙買家的音樂、食物 據我所知 香港人都好像在那裡 擺了一個攤檔 也聽朋友說 在Kingston這個地方 也是香港人很喜歡的地方 可以說 你也看到很多很多 到街上聽見的都是廣東話 我想都是香港人的廣東話 不是說是中國大陸的廣東籍的人的廣東話 是不同的 無論因為學校好些 什麼都好 還有他們印了一些 我看見的那些書籍 是特意為香港人來印的 那些是Volunteer Organization 教香港人 教一些香港人 怎樣去跟小孩子入學 怎樣去考車牌 很多淋淋種種的資訊都有佈率 可以這樣說 這一個也是好事來的 你想想 現在我不知道香港有多少人 在這兩三年間來英國 當然是有大把 所以有這樣的機構 很多人是資源的 完全不是收人工的 來做這些這樣的工作 給一些這樣的資訊 教這些這樣的資料給你們 真的要很多謝他們 還有可以說 如果想回 如果我自己會不會 如果我是在香港住的 會不會 丟下一切 高薪後職走過來英國 我也不敢肯定 我如果是四十歲左右 三、四十歲 有老婆、子女 又有份好工 會不會我自己這樣 遲了工 走過來 就由頭來過 這個我自己也要想想一下 我可能真的 我自己也不會這樣做 所以 我可以說是很佩服 這些新來到的移民 因為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也有幾樣東西 這裡跟香港 我以前那樣 譬如這些 很多的東西 起碼開車都是同一邊路走 所以這個都是熟的 有很多東西都可以說是熟了 英國現在這樣放鬆 是給BNO 這一個是 如果是你們想的話 我真的很佩服 今天就說到這裏 好